好 八卦語到底是什麼 已經有四項語了 四項語是時須動盡 那為什麼還有八卦語呢 所以我們的 我那時候寫大概是這個順序 就是太極兩儀四項八卦 那在兩天之內把它寫完 三天吧 好 那太極就是詞 基本上所有詞會都叫W 那兩儀就是分名詞和述詞 那四項語就是再分名詞有時須 述詞有動盡 所以太極語其實只是一堆符號和字母的組合 那個字母就是屬於詞彙 那只要意義有效傳達就可以了 兩儀開始分名詞和述詞 述詞可以描述名詞 那這其實也沒有什麼語法 那可是它進一步 四項語的時候把名詞分成詞詞和虛詞 然後把述詞分成動詞和進詞 而且它規定了一個句子裡面只能夠有一個動詞項 只要有兩個動詞項以上就不符合四項語的原則 那這樣電腦就可以用藍位填充機制來填 會比較明確 那這些語言就會利用電腦的超強記憶力 和人腦的超強腦補力 來結合 讓人機合一之後可以做 反正我講你聽得懂 你講我聽得懂的動作 重點是電腦會在中間幫你做詞彙翻譯 那這樣語言的寫作者就不需要被單字 只要用它的母語 那電腦會幫你翻譯單字 最多就是它翻錯的時候 你再把它修正一下 那通常它會給你建議 它會給你建議說 這個詞可以翻譯成哪幾個英文字 那我們就可以選寫這樣的程式 那你自己選就不會錯 那你不知道怎麼選就有可能會錯 那閱讀者就不需要被單字 那電腦可以翻譯給你看 那只要用心去感受文章是什麼意思就行 所以換一句話說 電腦負責被單字 人腦負責去理解 這剛剛都看過了 作者要盡可能寫得精簡 閱讀者要盡可能的努力去理解 然後人發揮人的專長 機器發揮機器的專長 人機合一來達到溝通的目的 那問題是四項語沒有規定 問句該怎麼寫 所以就可以有八卦語 這樣才能問卦 所以八卦語就是為了問卦而產生的 那怎麼分呢 現在問句我們到底會問什麼 其實在英文裡面 它有所謂的5WH 總共六種 事實上還有幾個沒講出來的 OK 5W是哪個5W who what when where why 一個h是哪個h 5WH其實就代表了六種問句 那這邊哪一個是who 這外圈哪一個是who 人嘛 人是問who what呢 what通常問who 所以是what who what what wh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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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s 問時 所以是這個when where the how how 對通常是問原因 好的 how通常是問方法 方法 對是是那 why why才問原因 那有問果的嗎 問果的其實比較少 但是這個算命的用很多 你只要是算命人家 幫人家算命人家問的一定是果 在英文裡面問果的方式 大概就是well will will I go to Italy 我會去意大利嗎 will you time tomorrow 你明天會來嗎 問果 OK 可以 問果在英文裡面通常是yes no 你會怎麼樣嗎 用will的話 那也有別的方法 就是說 你問果 我會嫁給什麼樣的老公啊 問果 對不對 這個用英文要怎麼講 這可能會用what對不對 因為他問的是老公 其實這樣變為問人 對不對 雖然他是一個人 但是他又是一個未來 所以是未來人 未來我會嫁給什麼樣的老公 既問果又問人 好 那有問數的嗎 英文裡面 數字 有啊 但是他不能用一個字 他用兩個字 how much how many 對不對 所以他是用兩個字的 那 中文呢 問數字怎麼問 多少 多少 大小 也可以算在數裡面 因為他是種量 ok 數和量在這邊我們都會在數 好 所以從四象語到八卦語就 在詞像裡面加上八卦用語 人是實地物因果樹 八卦 好 你可以看到我為什麼排在這裡 其實是有道理的 人和物都是實體 事和實都是虚擬 不是實實 那 因和果 中間 一定有個動作 ok 有一個動作才會造成因和果之間的連接 那 近的 數字是個近的東西 地點就不會動 對 地點也是一直在那裡 所以是近 ok 好 所以我們是這樣分 好 所以 人是實地物因果樹 這就是八卦 好 那八卦語的疑問詞 就像 誰 什麼 為何 將會 何時 哪裡 如何 多少 嗎 英文的話 who what why will will h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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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uch is a will 之類 will不算 will在果裡面 所以八卦問法裡面 你問人的 誰 哪位 問物的 什麼 啥 問 因的 為何 因何 問果的 將會 可否 可否也是問果 為什麼 你可否幫我一下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所以我問你 你答了就是果 ok 那 問時的 何時 哪天 幾點 問地的 哪裡 何地 問事的 如何 是否 幹嘛 做啥 那 問數的 多少 大小 長短 還有很多 但是這個可以淨列 這個要列 完全列出來 並不難 對電腦來講 只要有個 問 問 疑問詞的字典就夠了 這可 恐怕 100個字就可以解決了 那 當然如果 真的八卦的話 你還可以用它來做 做算命 那這通常是問果的 算命先生都是幫人家問 解答果的問題 對 那 那個 靈媒都是解答音的問題 比較多 ok 那 因為靈媒就是 死掉的人 你要去 去找他 對不對 那算命就是 我未來會怎麼樣 那所以 如果你去當算命師 你會怎麼做 其實 我後來想一想 我覺得不難耶 算命不難喔 因為你只要看到一個女人來找你算命 通常就是問姻緣 你看到男人來找你算命 通常就是問事業 如果看到病人來看起來就病奄奄的 或者是小孩或老人 通常就是問健康 那如果是學生呢 不是問客業 問感情 問事業 就都有可能啦 但是 你要看他是不是感覺生病 或者是他看得來是不是很煩惱 或者是 對 之類的 那你就可以 可以透過這種察言觀色 你就可以把它分類為 他到底想要問什麼 然後你突然就告訴他 你是不是要問姻緣 然後他就說 好準好準 你怎麼知道我要問姻緣 你怎麼知道我要問姻緣 有喔 他其實就是把剛剛的語法再進一步分 名詞述詞 然後詞詞虛詞 動詞進詞 OK 那可是呢 這裡 多加了一個 剛剛是說 什麼詞結尾就是什麼詞性 那現在呢 是 某個 某個 s s 是這個 前面的這些詞性的其中之一 加上q q就代表疑問詞或疑問符號 ok 疑問詞或疑問符號 和某個s組起來 那 它的詞性會是s 不是q 是s 那 所以這個會變成s 你看這個是s在後面 這個是s在前面 那當然根據語言可能會有不同的習慣 英語的話 和中文 中文的話呢 我的老公是他嗎 他 他嗎 他嗎 所以 是 最後是 他是一個人的屬性 人 所以是問人 ok 那 呃 呃 再來什麼 呃 他的前世是狗嗎 就問 問動物的屬性 所以才是一個 誤 對啦 ok ok 那像這樣子 到底問什麼 其實由那個s就知道 根據s 你就可以知道他到底在問什麼 那q就是問號 q就是問號 那所以這裡就可以這樣問卦 誰問號愛我 代表我問的是誰 因為問號在誰後面 所以是問人 我愛什麼 那就是問什麼 他為何愛 這個為何愛就放在一起 為什麼要放在一起 因為 因為這樣子他才 才會問音 為何愛 為何愛 也是一樣 他問 但是這裡就沒有疑問詞 只有一個問號 跟前面結合起來會比較好 那所以他為何愛 這問音 我將會愛他 這是問過 那他何時來 這是問時 他從何地來 問地 其實就不用講他從何地來 就是他的地來 這個應該看得懂對不對 這個語句 他如何來 這是問 這不叫法 我後來改掉了 這應該叫是 他如何來 他怎麼來 是 那就是問動詞 問動詞或問是 怎麼來 如何來 那數 多少人來了 多少人 多少 就是問數 ok 好 那所以呢 其實這裡 這一句怪怪的 這句好像不太符合那個語法 但是 或許這裡還要加一條語法 加一條規則會比較好 因為如果標在多少上面 後面加人 多少問號人的話也可以 那他問的是那個多少 那現在問多少人來了 那他問的是那個多少人 限制一定是人 ok 那 另外一種問法是 他來了 嗎 後面加個嗎 或者英文前面加個意思 啊 那就是問 是否 問是否 ok 好 那 是否通常是偏向於問事情 就是 就是 是 不是寫法 法是之前寫的 那他可以一次問很多 他現在人是第五 什麼意思呢 就是 我想知道他現在人在哪裡 然後做什麼事 那 他現在 人 人在哪裡 做什麼事 然後 跟什麼東西在一起 之類的 那一次就問完 也可以 好 那再來問卦 誰 最美 然後 問物 哪個 大 哪個 問因 他 為何美 問果 他 會如何 問時 他何時 最美 問地 他 在哪裡 在哪裡 地 問是 他如何變美的 問數 多少女人在那裡 數量 問是否 他是否美 這個好像是那個 白雪公主的那個 那個 對 他都一直問魔鏡這個問題 這個世界上誰最美 他好像是問 問那個 人 誰最美 對不對 然後 多問 就是一次問很多 現在這裡 人是物 就一次問三種 人是物 現在這裡有什麼人 有什麼事 有什麼物 那這裡就有卦性 什麼叫卦性 八卦裡面到底問的是哪一種屬性 是人是實地物因果樹的哪一個 就是卦性 那一次問三個就是有三卦 好 那 這裡就可以寫出卦性 好 那女人 問號 這到底在問什麼 應該是問那女人是誰啊 對 是誰 我們沒寫得成誰 那只寫那女人 加個問號 問人 那男人在幹啥 就是 問事 對不對 問事 你為何喜歡那女人 就問陰 問陰 那女人哪裡大 這是問什麼 問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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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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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裡就可以做一個系統實作 請實作一個AV查詢系統 可以查詢你想要的場景 如果你對每一個片子做描述的話 你應該可以做這件事情 那這裡就有問卦的範例 這個就不適合講 好 所以現在你應該就學會八卦語 是吧 好 OK 所以你可以用八卦語來問卦 好 好 所以我們到八卦語 整個體系講完了 等一下要看一個寫作法則